中文字幕 李宗盛 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么基本上不熬夜 十一点肯定睡觉 早上起得很早 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身体 各方面都是有好处 当时面临着一个就是参军 一个是上山下乡 我们那个时候当时文革时期 那么由于当时国家的政策比较好 恢复体育事业 那么刚好省级足球队到我们需要去选拔 这样的话我被选拔到陕西城少年队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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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